5月17日是國際反恐同日 高雄同志遊行已經馬入第六年 高雄市政府也宣布 將會開全國先例 實施同志伴侶註記 5月20日就要提前上路 有人打扮成沒有微糧 也有人以小短褲展現身體線條 一年一度的高雄同志遊行 今年的訴求 是無論肥修還是跨性別都要有自信 今年遊行日遇到國中會口 路線特別在行前做修正 雖然部分路段空間比較少 一度造成遊行隊伍和車潮塞在路上 不過頂著大太陽 還有很多人 珍惜這個表達自己的機會 每年都來參加 在同志遊行之前 高雄市政府也公布 要在年底實施全國首創的同志伴侶註記 現在決定將提早到5月20日上路 高雄市政府用政策呼應遊行活動 也希望同志伴侶註記上路之後 醫療和警政單位 也可以跟著放寬認定 開放部分權利給已經註記的同志伴侶 我們有ίας推著的 防禦 防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